假如说我今天我希望我每一张投影片都要有经济部那个logo 当做是我的顶层,而且是浮水印 以前你会怎么做 以前我们做法是不是插入图片 然后再想办法把图片淡化 淡化完毕之后调整位置,调到最下面去 对不对 这个方式可能不太适合 而且要在每页都要做到 那假如这边是不是有很多页的期限,什么要做其次 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做一次 只要你想到做一致性的设定 这个时候就要想到某片 怎么做某片呢 好,解释 这边有一套某片,这是很大的这一张 跟小某片,看到一二三,反正很多张就对了 就是一套某片,这是一套某片 这边是不是有很大张的,跟很多小张的 各位,这一张很大的某片,我就叫大某片 只要在这里面设定,就等于下面每一张都有 但如果说你今天只有在这里面设定的话 他只能够控制标题及物件 但如果是在这里面设定,他只会控制我的第一张头一片 那这一个的设计,就是全部门一张的 不管是第一张,或是门一张 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像他那些投影片,都是使用这个 有看到标题及文字,这个版面配置 所以呢,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大某片里面插入一个经济部的logo 所以我就直接点插入图片 我经济部logo刚才放在下某里面 所以点选经济部logo,插入 请问,现在这一张图片 我是不是要做成浮水印 做成浮水印的方法呢,在哪里做? 格式,这是最好的一处做浮水印的方法 格式 这边有个叫图片效果 格式以下的图片效果 预设 预设的格式 这一项 预设格式,八 你有看到吗? 马上点了一下它 是不是就从什么? 从原本的这个图片呢? 它是在最上面,会挡住这些字 后来变成什么? 变成浮水印了 这是新功能 这是新功能 以前你也会做浮水印 我相信你以前绝对做过浮水印 但是这个新功能 你可能还是要抄一下 知道在哪里 当然我只要做这一次就好了 因为以后我只要点这个图片主题 我等一下想办法把这个图片存起来 以后我只要点这个图片主题 我就做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要请你做 你不是要去学插入图片 你重点是学后面这个图片的位置 请问你觉得这个经济不得low 我当我先插入图片 你有没有发现 刚好在投影片的正中央呢? 然后我又再做了一个浮水印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整个母片我做完了 做完之后 连选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 你看你每一张是不是都有这个经济部的logo 记得这边 这边是选不到这张图片的哦 要去哪里选?要去母片里面选 我想你大概也不会想要换 因为我们经济部的logo就是讲这一张嘛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水利署有代表水利署那个logo 你可能刚读介绍水利署的时候 你会把这logo换掉 可是就算你不换 换也是代表经济部的一个logo的一个简化 所以换你不换无所谓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先学会这件事 而且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一次导入所有的投影片 好 所以请你做检视以下的投影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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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